五妹娘如今面临两重难题 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 第一宠内忧 家里被挖墙脚 五妹发现自己的老公李志和自己的姐姐韩国夫人勾搭上了 自己这个姐姐骚得很 野兮也是一点不比自己小 如今她和自己老公频繁躲着自己 跑出宫外开房 枕边风不停地吹 自己独得恩宠的头衔 岌岌可危 要知道当年她自己就是靠这一招积走前往后的 第二宠外患 半岛局势紧张 大唐臣国新罗频频求救 说高沟里正在侵略 这本和五妹娘这个皇后没什么干系 但好此不死老公李志嘴快 朝堂上御驾亲征的牛皮已经垂了出去 李志这个人耳根子转优柔寡断 日常都是自己在她耳边洗脑 李志也对她言听计从 所以自己才能有今天的权势 一旦离开了自己 难免受其他朝臣蛊惑 等到一仗打回来 李志很可能不再听她的了 另外 皇帝外征肯定是不能带上皇后的 那带谁 当然是情人了 情人又是谁 当然就是自己的那个风骚的姐姐 以上两个问题放平日里 要是一个一个来 五妹娘都能轻松应对 然而两个撞到了一起 就麻烦大了 新妇许敬宗提醒五妹娘 一定要及时制止 先下手为强 五妹娘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一步一步来 先阻止李志 欲驾亲征 带多少兵马呢 这个朕正在想 先锋大将军是谁 各路总管是谁 皇上要去哪条路线 要带多少粮草 兵部要多少战马 甲咒弓箭刀枪 又如何改造战船 这一顿书出 把李志都问闹了 事不相瞒 这些他都一问三不知 李志也很疑惑 自己对这些是一巧不同 那 妹娘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年先帝一架亲征高勾立 我就在一旁侍候 听得一句半句就记在心里 皇上连这些都心中无数 又如何能一架亲征呢 李志满脸尴尬 表示自己牛皮已经吹出去了 就算自己一巧不同 也要硬着头皮上了 不然会遭到群臣耻笑的 五妹娘表示 你一巧不通地上了战场 然后打了败仗 到时候群臣笑得更厉害 李志无奈 心里盘算着不如和高勾立讲和 五妹娘看出她的心思表示 你前脚要御驾亲征 现在又要讲和 皇上的话都当放屁嘛 而且高勾立是实打实的玩极 必须去除 这 这打也不是 和也不是 你说该怎么办呢 这正是臣妾要告诉皇上的 仗要打 还要打赢 皇上不必亲征 还要保住面子 臣妾早为皇上准备好了 你看 好啊 太好了 真是了不起啊 李志看着五妹娘已定的计划书 里面万事俱备 面面俱到 不禁感慨 五妹娘撅起小嘴 向李志撒娇 你吹牛皮也不提前和我商量下 现在还要我跟你擦屁股 李志献媚的安慰道 真是怕劳累的妹娘吗 臣妾看皇上倒是眼圈发青 面皮肿胀 像是过度劳累的样子 五妹娘这一反问 又把李志修得无敌自容 自己这几天 天天和韩国夫人偷偷跑出公开房 那能不累吗 朕啊 最近这头疼得厉害 李志自觉理亏 对着老婆就是一顿猛吹 一边夸 妩媚漂亮能生 一边夸她思维缜密 做事 精精有条 朕夸着 突然想到计划书中的具体事项 自己还是不懂 这是五妹娘第一次垂帘听证 而本次朝会的内容 关乎大唐国威 即如何处理半岛上 旅饭疆土的高沟礼 打还是不打 皇帝要不要亲征 唐高宗李志不知所措 五妹则早早定下战略方针 仗要打还要打赢 皇上不必亲征 还要保住面子 于是朝会开始 中书令许敬宗联名数十官员上表 禅明皇帝 御驾亲征的弊端和没有必要 为李志铺好台阶 此时主战一派站了出来 禅明此战的必要性 李志一时顿时语色 幸亏五妹娘再后提醒 李志整顿思路 背起了五妹娘 昨晚给她写好的稿 高沟礼 百计侵扰我大唐陈国 依在探我国中虚实 若听之认之 西图诀等民邦 早有寄予中原之心 也会大举侵扰 那样的话 还何谈国泰民安呢 说先帝当年亲征 先帝当年 亲征的时候 战线过长 好时长久 军困马乏 所以失利 在五妹娘作为提子版的情况下 李志分析了当今局势 以及曾经太宗李世民 元征高沟李失利的原因 最终做出以下部署 国中不能一日无军 况且太子尚佑 司空挂帅 带阵出征辽东 带兵马十万 速战速决 薛人贵 苏定方 帅兵马五万 附西锤 以防西戎禁犯 臣遵旨 一套说字下来 李志紧张的直冒汉 从来没这么正经过 感觉还不错 而阶下的群臣在感叹 自己的圣上患然一心的同时 似乎也发现了滑点 看见没有 那竹林后面 大概是皇后吧 我说呢 皇上今日 不同寻常 原来如此 而幕后的五妹娘 似乎也发现了群臣的躁动 提醒李志 快退朝吧 退朝 退朝 吴皇万岁万万岁 散朝后 群臣果然窃窃私语了起来 已经到了皇后垂帘的地步 真是大唐的不幸啊 古人云 母记思臣 天下必乱啊 如今 五妹娘的两重难题 已成功解决外患这一项 不但李志 被其牢牢拴在了身边 而且自己也做到了珠帘之后 但另一重难题 内忧尚未解除 甚至加剧了 什么 又怀上小皇子了 这句话是五妹娘的妈妈 说给五妹娘听的 原来她又怀孕了 连带被自己掐死的女儿 也就是第六胎了 可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当然 有意的是五妹娘的姐姐 韩国夫人 因为她也怀孕了 也是李志的孩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韩国夫人才有了上位的想法 五妹娘和母亲嘻嘻哈哈的 唱响着下一个孩子的未来 到时候 还得姐姐在一旁伺候 韩国夫人一听就不爽了 有了反骨 我这个人呢 伺候别人快一辈子了 现在 也该别人伺候伺候了 那么 韩国夫人将如何对抗 妹妹五妹娘呢 五妹娘又将如何处理 自己 这个姐姐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